請部長 你說行政院的延續計劃 是 你預算書打開看看 這哪裡是延續計劃 你們第一句話開中名義就是新興五年計劃 是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來啦 我知道啦 你這個是一個新興五年計劃 而且沒有經過行政院核定 沒有 絕對不是行政院的延續性計劃 行政院延續性計劃是哪一個呢 你看下一頁 行政院延續計劃是這個 96年核定的 然後它已經怎麼樣 已經結束了 到104年度 這98年到104年度 這總共7年 行政院這個計劃總共7年之間 它的預算也只不過是1億2吧 只不過是1億2 這個才是你講的 這個才是你講的 這個到104年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們回頭看看你今年的計劃 來 我們看看 回頭看看你今年的計劃 你改了一個名字叫 時空資訊員落實智慧國土計劃 這個計劃你編5年 你編5年比行政院那個計劃7年的錢還要多 行政院那個計劃7年才1億2 你這個計劃5年呢 就編了1億6還1億5 1億5 編了多少 5年編1億5千3百萬 而行政院的計劃10年計劃已經結束了 7年才1億2千萬 而且不只 總共多少 這個計劃你們總共要花多少錢 這個計劃5年是大概1億5 才1億5嗎 胡說八道 你們還藏了另外一半在公路總局 你們還藏另外一半在公路總局啊 公路總局 你們編了多少 也是叫做時空資訊員落實智慧國土計劃 五年右邊的1億6在公路總局 所以加起來3億1呢 對 跟委員報告 剛剛講1億5是在部本部這邊 那這個計劃事實上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跨部會的 那當然在交通部這邊的話就會跨機關來去整合 因為整個這個時空影的計劃其實牽涉到很多的這個 他跟你們以前的交通資訊員有什麼不一樣 跟委員報告交通資訊員那個是做那個路況資訊的 這個不是做路況資訊 這個是結合那個地理資訊系統 然後希望能夠把很多的一些交通相關的這些 那為什麼行政院的計劃10年計劃結束了 你們又編了一個5年的計劃 而且錢用的比他多那麼多 這個計劃 行政院那個計劃 行政院那個計劃的錢用的才那麼一點點 你們這個計劃一編進來就3億多 這個計劃基本上是這樣 前面的10年的計劃那是一個第一階段 那這個計劃呢是第二階段 我想這個詳細的部分我想我們可以再 這個跟委員 針對這個計劃內容再詳細說明 你們這個計劃裡面怎麼編 每一年不管怎麼編 那個寫法看起來 都好像是你們留一筆錢在手中讓你們活用 資訊軟體設備費用 資訊軟體設備費用1300萬元 然後每一次還有這個104年的原來的計劃 已經設備資訊軟體設備費用已經4400萬元了 然後你現在這個延續你照你講的如果是延續計劃 也不會說過去已經編了4400萬元做延續性計劃 已經結束10年了然後你現在開始你又要什麼資訊軟體又要什麼1100 那行政院為什麼不必核定 如果是行政院的延續性計劃行政院有同意嗎 你們有報行政院嗎 這個跟委員報告這個已經報行政院了 那這個計劃是這樣 也沒有核定你們就編進來了 我們已經經過第一次的審核 那第二次的審核 所以這個是行政院還沒核定的計劃嗎對不對 是這樣這個時程上 因為這是一個等於是第二階段的一個新興計劃 什麼時候報上去的 我們第一階段是在那個六月底的時候就報了 那在八月底的時候已經審核意見下來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修正 然後我們立刻在這個9月30號的時候 我們也再度抱怨了 那基本上來講 第二階段的這個修正 其實大概都是希望我們把一些工作項目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都在審那種打帶跑的項目 什麼叫打帶跑 我先打 先跑 這跟委員說明 先跑再打 行政院還沒核定 然後預算就送進來 然後送進來 我們今天要審 結果今天行政院還沒核定 這跟委員報告 這個預算 今天絕對不會過 因為什麼 因為行政院還沒核定 好不好 我們都聽不清楚 那內容到底是什麼 然後